这是小孩对战猴头对场关键的赛点局 可以说是赛点局 猴头的赛点 目前他是手上有四个币 小孩的话只有一个币 一币孩又出来了 大家觉得一个币的小孩 能不能拿下四个币的对手猴头 觉得能赢扣个六 觉得小孩不能赢扣个九 一币孩 这场比赛小孩打得也会很艰难 对面的猴头 今天晚上发挥 大家也看到了 确实比较棒 3比2目前领先小孩 一分 猴头还有四个币 小孩只剩一个币了 猴头的十乐千克没了 小孩的十乐千克 这波打得还不错了 刚开了不顺超杀 被地方直接用能量反击废掉 我去 三连击之后 解决了小孩的手法 那目前双方又回到了原地了 都是剩下两个的 中间真克对真克里斯 猴头快点死猴头小孩叫你 血医大佬 你觉得这个币是能赢 你觉得这个币是能赢 咬四之间之后 再接一个小摘月之言 六连猴头被压起身 可惜这个币王一波没扎到去 那我们看这边的话 继续抓一个小跳 被对方抓了一个反击头 小孩的血量比他多呀 不要慌 后头 小孩不断利用自己的跳队力 做到一个套路 可惜对方就是死活不上的 又拆头了 又拆头了 双方的手速真的非常快啊 刚抓到对方直接拆 那现在还有六秒钟 小儿优势滑步 回身摇 又是一个反摇拳 那之后再跟上一个滑步 那现在场面上优势在小儿这边的话 他回去能回到七个的血量 八个的血量 那小黑对着猴头 还有一个满血大门 达姆罗没有气啊 对方翻起在手 怎么整怎么整 AV过去 想抓天地板 可惜对方直接近身 下轴前抢招 那敲两个之后 我们来看看猴头 再敲两个 没有气 小孩可以放心的压 但是他不敢跳啊 他只要跳对方 必出头上扶 要么站A 要么头上扶 那么看这边小孩怎么办 滑步头下篮不行 那又回升一个站中角 那现在小孩只剩一个八神 他这次用八神来手底 来打大魔狼 克里斯不打大门 用八神打大门 你觉得这个必须的眼睛 大跳过去 三气八神 一气大门 反击上了就废掉 这块气 看出来后头非常的果敢 欺负大魔狼 没有气啊 不能AV过去 那现在怎么着 又出三气 太远了 来不及了 地方受招已经形成 小孩广州好手 网友一波 头上扶取消 没有 虽然说康特 但是距离太远了 再给他一个设备 前冲 站 站低头上扶 确认出地理阵 头上扶续黄 尾震一下 再接地理阵 那取消 早上八神 怎么办 中手梦弹 把自己确实出 那现在大魔狼 现在没有机会了吗 陈冲出云头 结果小孩这个币被猴头拿下来 你猜对了吗 小黑队 胜 好 小黑队